好,我们来看一下数的运算规则22分配率的合并运算 这个题目叫7乘以5加7乘以3 那到底呢,它可以怎么算,还可以怎么算 我们画个图,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 比方讲说呢,棒棒糖呢,每只7元 第一次呢,我买了5只 第二次又买了3只 那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那我们来看哦,如果你是这样算 第一次买了5只,那多少钱呢 那一只7块买了5只,7乘以5 第二次呢,买了3只 好了,一只7元,所以一共多少钱呢 一共是7乘以3 所以两次加起来,一共花了多少呢 花了7乘以5加7乘以3 花了这么多钱 那除了这种想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算法呢 我们可以这样算嘛 我们可以把棒棒糖合在一起算 第一次买5只,第二次买3只 老师问你,一共买几只呢 所以一共你就买了5只加3只 一共买了5加3这么多只 好咯,每只多少钱呢 每只7元 所以呢,那你一共花了多少 所以我就花了7乘以括号5加3 因为每只7元嘛 那你想想看哦 我这边上面这个红色的这里 这里是分开算 棒棒糖分开算 这里是一起算 分开算跟一起算 答案一定是一样的 分开算和一起算答案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题目这个7乘以5加7乘以3 它就可以变成是 7乘以括号5加3 括号5加3 那这个就是分配率的合并运算 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那考试的时候 或是我在算的时候 我有时候不知道谁跟谁合并 那到底要怎么看比较好呢 旁边的笔记栏跟大家说明一下 请注意看一下 前面这个7乘以5加 后面这个7乘以3 大家,这个在前面都有一个7乘 大家都有乘 先跟7乘 然后再加起来 那这个就是分开算 那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 一起算 先把5跟3把它加起来 先把5跟3加起来 加起来 先加起来就用括号把它刮起来 然后呢 再跟7来乘 再跟7来乘 所以呢 这个就是分配率的合并 分配率的合并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说把它分配进去可以吗 你分配进去就变成7乘以5加7乘以3 那你也可以把它合并 这都算是分配率 那你说老师 你再举个例子给我看一下 好,我再举个例子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呢 这个6乘以4 加上6乘以2 好了 聪明的同学 请看一下 前后都有乘以6 所以我们可以先 先不要乘 我们先把后面这个4跟2 先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呢 你就用括号把它刮起来 先加完之后 再一起乘以6 再一起乘以6 这个就叫做分配率的合并 那事实上呢 它就等于是棒棒糖分开算跟一起算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题目呢 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先讲到这边 再来 再来